从清纯美丽的童年女神到结婚后 隐退娱乐 居然遭丈夫不忠背叛 诶 究竟经历了什么 sallalli hi hi 我是丁氏 在曼谷的野生剧翻译下之中 我们也相信 追太剧的姐妹们几乎就没有人没看过 怡诺亲情 姐妹们既然能够点进来 说明绝对是看过了 但要是提前安徽卫视内 不太具印象最深刻 不管姐妹们的答案是啥 反正在咒咒咒的心里面 怡诺亲情必须排前三 vanita 简直就是大家 说起来F 这几年她的人生并非顺利 甚至完全可以用坎坷两个字来形容 那M1980年出生在泰国 她的父亲是一位建筑师 不过也有人说是大学的教授 那咒咒咒根据资料推测 应该是早期在大学做教授 后来自己看了一家建筑公司 她的母亲在泰国驻巴黎大使馆工作 所以 F是属于生活在高智家庭中的 可是父母很早就离得婚 但F并没有因此受到家庭的创伤 她的童年生活在法国 后来跟随父亲回到泰国 那她也非常尊重自己的继母 两个人的关系非常的融洽 并且也经常跟生母联系 在如此开明的家庭里 也造就了她特别好的性格 那有网友说一看F就是特别有修养的女孩 女生平时的行为举止都特别的优雅 并且凭借照好的面容 17岁就被挖掘成为平面模特 2010年出演了电视剧 《一诺亲情》在安徽卫视播出 一诺经验了不少中国移民 该是在当年爆火 重播频率高达9次 那本来以为F会再创新高 但没想到是之后的将近10年 F都止步于此 这一切都有从一个人说起 没错这个人就是宋甘 宋甘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泰国 还说佳基因时跟F相识于一档综艺节目 当时是在宋甘家的度假村拍摄 F作为特邀嘉宾出席 此后宋甘就喜欢上了F 但是也有人传是宋甘先喜欢上了女神 才邀请她作为嘉宾 反正就在这档节目播出之后 宋甘就对F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无论是从节目里面还是采访当中 都各种大胆施爱 在如此猛烈的追求下 尽管宋甘之前的个人作风一直不好 但是善良的女神还是心动了 于是在2010年 F就接受了宋甘的追求 女生的粉丝得知这个消失之后 也是犹如热锅上的蚂蚁 毕竟宋甘之前的花边新闻满天飞 面对F粉丝的强烈不满 宋甘也变得收敛了许多 频繁的跟女神一起坐时尚求恩爱 给万人一种浪子回头的错觉 终于两个人就在2012年结婚了 那F跟宋甘的婚礼也是非常的隆重重观 那甚至入选了 2012年泰国全民关注的10大事件之一 宋甘在婚礼上泪洒现场 并说虽然我不是八甲上校 我只是宋甘中尉 但是我保证我会比八甲更爱你 后来知道了 宋甘的诺言并没有实现 等待着F的是一个婚姻深渊 2015年女神跟宋甘的爱情结晶 新年内出生了 孩子出生之后 M更加明确的表示 以后会把重心放在孩子身上 那当时他已经将近八年 没有出演过新的电视剧 算是已经隐退娱乐圈了 原来以为M会轻松的当起富家太太 在家享受女儿丈夫的陪伴 但没想到的是 2017年关于两个人的感情不和 并且已经分居的全文闹得人尽皆知 当时还扒出了宋甘跟一个女主播存在暧昧关系 得知此消息之后 这个女主播就紧急发文澄清 说她与宋甘这辈子见面的时间 恐怕都不会超过三个小时 就这些之前也说过 在台语 一个明星的私生活 几乎是公开透明的娱乐圈子 只要在网络上传出什么消息 下次如果这个明星公开露面 一定会被记者追问 果不其然 宋甘不久之后就在采访中说到 两个人确实分居 但是是因为工作的原因 并且会尽力的维持两个人的感情 之后 App也在国上发了新年妹的照片 并且也app了宋甘 那原以为两个人之间的感情问题 就到这里结束了 没想到在11月末 App对媒体透露 两个人的婚姻 确实已经出现了问题 正在准备离婚 自己已经准备好了 但是宋甘那边迟迟不肯签字 当时我看到这段采访的时候 我真的是非常的心疼女神 很明显 App已经在墙忍着泪水 那从App的表情 就能看出一个女人的坚韧 还有对婚姻的无奈 2018年9月25日 App终于与这个宋甘签字离婚 看到女神 已经变成了成熟的模样 唉 我感觉就是大家都很心疼她 那相信屏幕前有许多App的粉丝 真不敢想象 你们当时的心情是有多难受 都看到这里了 记得点赞评论 反应手一个关注 两个人离婚之后呢 宋甘很快就跟新女友Map 而不应该说是出轨对象 他们在网络平台上面公开秀恩爱 这样说的话 这个Map会不会把我告上法庭呢 要知道这个Map可是早三告网友的第一人 就是参加了别人的婚礼 超独两人感情的第一人 那离婚之后呢 M呢并没有去想新恋情 那现在主要是以孩子跟工作 还有家庭的事情为主要的奋斗方向 并且还带着新年妹一起录制综艺 经常跟Push夫妇见面玩耍 那M呢在2020年 泰语里面新升降排行榜上面排第三名 并连续参加了好几年的泰语大花聚会 二年泰国翻拍下一家幸福 M呢与Channel主出演男女主 那M呢是一个年轻的泰国男演员 96年出生 外表属于呆萌类型 但实际上是一个大学霸 毕业于马西龙大学 曾经主演天才枪手 获得当年泰国最高票房 那两个人一见面就聊得十分的投机 不久之后呢 两个人的绯闻就开始在网络上面传播 今年十月份 APP的父亲因病去世 那许多娱乐圈的顶流都纷纷出席 冰陈的Nuncle在造理上面也一直陪伴着APP 最近两个人采访当中都大胆承认了恋情 但有部分人并不看好女神跟这个小男生的感情 觉得他们之间的年龄差太大了 但是在周周周周看来呢 这个男生有一种超越他年纪的鲜逊稳重 所以周周呢 特别希望他们有一个好的结果 真的不想女神在感情中在受伤了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小伙伴有什么想要了解的泰国资讯 欢迎在评论区或者是私信给周周周留言 周周周看到都会回复 然后规矩想回复的那条才回复 关注周周周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 拜拜 记得点赞关注哟